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來開箱 無聊又有趣的 產品 這是中國那邊的廠商 萌瑪 新出的LUXMIX 扭扣型麥克風 我為什麼會有這個有興趣呢 因為我真的從來沒有看過 比這個還要小的 無線扭扣型麥克風 中國那邊廠商研發實體 真的是蠻強的 我研發一些令人新奇的產品 第二個是 我有看一下評測 它的錄音品質以這麼小的 size來講 還是真的蠻不錯的 那今天也是來開箱 也順便簡單測試一下 這樣子 目前京東商城也有販售 999 大概台幣4千多塊 對 那先來開箱 開一下 這應該是寶卡的說明書吧 先放旁邊 先看主體 哇嗚 真的好小一個 好下面應該也有配件吧 我現在看一下 應該是一些USB的線 沒錯 對 這要連接到的時候要用 OK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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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本體 這個是蠻小一個 跟手機比的話 開箱 開箱 有點像藍牙耳機 現在幾乎拖得很像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首先 一個 簡單量一下 重量 一個主機加一對二的麥克風 一個主機加一對二的麥克風 重量是多少呢 只有140億克 比一隻手機還要輕 一個A422 Ultra是257克 然後一個iPhone是iPhone15 Pro Max是282克 這個 還可以實話 所以它比手輕還要輕很多 如果要出外攜帶都非常方便 這個麥克風除了可以給相機用 其實也是可以給手機用 這樣子 但是我是買相機的版本 但 我自己有買一個轉接頭 直接插 Tabs USB-C的線 應該就可以 待會來試試看 來 先來開 哇 這主機真的超小 我拿一個 硬幣 一個50C的英鎊 英國旅行的時候換的 真的有夠小 仔細上去了 超小一個 超小一個 真的跟一個硬幣一樣大 厚度比較厚一點 厚度大概 1.3到1.4之間 然後主機厚度也差不多只有這樣而已 真的是有夠小 1.5 對 就是真的 目前市面上最小的 無線耳機麥克風 無線麥克風 它 據 廠商 說 它是走2.4G 所以比較少干擾跟藍牙的話 它就是 主要在這邊說 輕巧 玲瓏小巧 輕乳雲朵 只有9顆 真的很輕 然後第二個是聲音 我聽了好幾個評測 其實聲音真的跟一般型的 無線麥克風 沒有差太多 而且它還有降噪功能 它可能是新的技術 對 然後主要它這麼小 還可以 續航 10小時 好像 充電艙充做的話 可以充三次 可以續航到 40個小時 不過這也是要實際測才知道 但至少跟一般的 無線麥克風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一般無線麥克風 大概都是6到10個小時 麥克風的話 對 它是可以 最遠支持三百米 這個 抱持於 對 然後也是可以連 手機電腦 都可以 也可以當手機 電腦的時候 視訊的時候麥克風 對 2.4G 2.4G 然後是全指向式 電容式的麥克風 Lux Mix 真的是 這技術真的很厲害 這麼小 大家看一下 好 你沒硬幣 對 它是靠這個磁吸片 直接夾到衣服 上 對 所以等於幾乎 出去外面的時候 你就看不到這個存在 因為之前看到有人採訪 就領夾上掛了很重的麥克風 衣服都會擠下來 其實不是很美觀 這個真是一個蠻特別的創新 兩個會吸在一起 他還有附他的一個配件 其實也是可以夾衣服 這個他有附 下一把 直接夾衣服 夾在領夾上 就不用磁吸 磁吸可能還有一定掉下來的風險 這個直接夾衣服上我覺得不錯 這樣子 蠻不錯的設計 可以夾衣服上 蠻不錯的 然後還有附上兩個襪 掛繩 可以掛在脖子上 這真的是蠻棒的設計 我覺得 給你多種的選擇 這是毛刷 這兩個毛刷 防風罩的毛刷 然後掛繩 可以掛在脖子上 來試試看 這樣子 可以掛在手腕 掛在脖子上都可以 看你要掛在哪裡都可以 真的是蠻不錯的設計 蠻創新的設計 因為從哪裡之前沒有像這樣的商品 對呀 真的是蠻不錯 真的 好 那稍晚來測試一下 它的錄音品質如何 這是療癒一堆磁鐵 好 先放回去 好來 把電磁打開 一圓一幣的大小 加 一圓一幣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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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圓一幣 然後 待會來測試 簡單的錄音效果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簡單的 萌瑪Luxsmith 有扣型無線麥克風 跟這個Rawd 槍型 指向型麥克風 這是 Rawd的 VDO Mic Go 2 新的版本 然後這是一個 USB-C的版本 然後我已經先把它接到 iPhone15上了 然後也下載了這個 Rawd App 然後已經啟用 然後我只是一個簡單的測試 非專業測試 大家可以聽聽看 這兩個 Rawd的聲音跟 萌瑪的聲音的差別 因為 其實這個 不太能比較基準 因為他們一個是有線 一個是無線 不過 價位差不多 那就來比比看 這樣子 來我們是用 目前那個 Apple裡面專用了一個 Break Magic Camera 那因為裡面可以設置 音頻 然後 可以選擇 外接的麥克風 所以我現在是用這個 Rawd Media Mic 這裡 然後我把它插上去 那我現在待會簡單錄一下聲音 大家可以聽一下 麥克風測試 麥克風測試 這是Rawd的 Milio Mine Go 2 版本 聲音測試 聲音測試 1234567 就這樣子 好 好 把它播放看看 你看 因為Rawd 要把它拔掉 才有聲音 這點不是很好 好 麥克風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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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Rawd的 Milio Mine Go 2 版本 聲音測試 聲音測試 1234567 就這樣子 好 好 我們再來換下一個 萌碼的無線麥克風 看聲音如何 好 我們現在來測試 萌碼的無線麥克風 Luck Smith的收音效果如何 一樣我是用iPhone 15 Pro Max測試 先把這個架給拿開 一樣我連接 主機 USB線 打開主機 小巧的主機 然後 接上USB-C口 然後我打開萌碼的APP 對 好 已經連接上了 然後 然後 一樣拿出 二號主機 二號已經連上了 好 先來測試它的 簡單的錄音功能 一樣我開啟 BreakMatch裡面的錄音功能 因為可以選擇 Wireless麥克風 就這樣子 好 一樣 然後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測試錄音 我現在是沒有按到降噪版本 是藍色的燈 那我待會兒我先錄一段之後再按降噪版本 萌碼無線麥克風 Max Mix 未降噪版本 1 2 3 4 5 6 7 好 好 好 然後我現在停止 現在按下去 改成綠色的版本 是降噪版本 看聲音差多少 好 萌碼 LUX MISC 鈕扣型無線麥克風 開啟綠色燈降噪版本 1 2 3 4 5 6 7 來 我們聽一下聲音如何 看有沒有很大分別 看有沒有很大分別 萌碼無線麥克風 Max Mix 未降噪版本 未降噪版本 1 2 3 4 5 6 7 好 那我現在停止 現在按下去 改成綠色的版本 是降噪版本 看聲音差多少 萌碼 LUX MISC 鈕扣型無線麥克風 開啟綠色燈降噪版本 1 2 3 4 5 6 7 好 我覺得它降噪的聲音差很多欸 就是那個風噪聲完全沒有了 對 然後它的 未降噪版本 高音的部分 我覺得比ROD好一點 對啊 這個是蠻神奇的一件事情 ROD的聲音比較粗糙 然後風噪聲也比較多 ROD好像 收音的部分 收到低音的部分比較多 然後這個萌碼部分 因為可能是電容式的吧 它收高音的細節 簡單聽起來啦 這個是要長期測試 但是我直覺就是它的高音部分 比ROD好蠻多的 對 大概以無線麥克風來講 真的是蠻不錯的 清晰度 然後無線方便 都比這個ROD 無線麥克風還不錯 對啊 各有優缺點 但是我聽起來 我自己也有測試 大概也是真的 萌碼聲音真的蠻不錯的 然後它的降噪 在外面 然後在室內 那個 冷氣的聲音還是 一些風噪聲都可以減少很多 好 今天做一個非專業的簡單測試 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 下次見